大家好,我是舒佳瑞 今天我想要跟你们分享一下我的故事 在开始之前想要提醒大家 以下这一个小时的分享内容 都是没有经过事后剪辑以及更改的 也就是我们想要让荧幕前面的你听到 最真实我诚心诚意跟你们分享 我的故事,我的学校,我的科系 以及最重要的我自己 好,所以在接下来一个小时的内容中 我觉得会有主要三个大卖点是可以来跟你分享的 第一个,舒途 我原本是国立台北大学不动产与城乡环境系的学生 那我透过双主修来到现在的经济系 这个中间所经历的、所看到的、所提认到的 想要透过这部影片来跟你分享 第二个,家教 也就是我除了上课的时间 我也利用课余的时间去当高中的地理家教 以及数学家教 那在这个过程中 我看到了不同的家长、不同的学生 他们所拥有的想法 以及我进行反思 这也是我会觉得一个很大的卖点想要跟你分享 最后一个卖点就是睿智 就会发现 我不断的在思考 那这些思考的过程 以及思考的结果 我想要透过这部影片 来好好坐下来 跟你们分享一下 这个过程中 到底经历了什么 想到了什么 好,所以大家会发现 在我刚刚有提到 我是双主修经济系 也就是我过去是不动产学系的学生 所以在我们今天等一下分享的过程中 会发现我会介绍两个科系 分别会是原本的不动产系 以及现在的经济学系 但是这边既然我们是要分享经济系的影片 我会以经济系的占比会比较高 所以就像我刚刚提到的 我是双主修经济系的同学 所以我所看到的 我所经历的 可能会跟原本就在经济学系的 多多少少会有不一样 但这里就是双主修制度所带给我的东西 如果你想要看到的是 原本就是经济系的同学的话 也欢迎你们到IOH平台上面去看 其他经济系的学生 他们在大学的四年中 监惠了什么 但可以跟大家保证的事情是 这部影片是我自己的故事 以及我很诚心想要跟你分享的 好,那既然要开始分享 第一个就要分享的是我自己 我是苏家瑞 那我会给我自己下的三个大的卖点 三个要件 或者是家中妖子 双主修之路 以及人的行为 好,那我们事不宜迟 既然刚刚提了这么多双主修之路 我们就从这个绕了一圈的双主修之路来看吧 就是这中间我到底经历了什么 今天好好来跟荧幕前面的你分享 那就会发现经历了这么多时间 这个中间到底对我的意义是什么 又或者是时间到底本身对我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所以我们常常会说 一个人不能换了位置换了脑袋 那这件事情 透过时间到底是否合理 我会觉得其实绕了这么久的路 其实我们所形成的 我自己以及很多事情或很多事物 人事物在形成的过程中 好像本身就会透过时间而多获得什么 也就是这就是所谓的脉络 所以如果把它所以把它如果只是单纯来看的话 似乎不能切割开 不同的时间我们好像本身就会有不同的想法 所以这边要跟大家提醒提醒一下 在我接下来的分享过程中 你可能会觉得 这个人根本就是学校派来的呀 但可以跟大家很诚心诚意的说 这些都是我自己收获得来的 原因很简单 其实就像我刚刚说的 我透过大学的四年的阶段 其实我不断的在想说 那学校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学校是怎么想的 那我自己我自己我自己怎么想的 就是我会去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待同一件事情 所以你可能会觉得这些是向学校分享出来的 但这些都是我诚心诚意想要跟你说的 好所以就会发现这个人前面五到十分钟 根本就不断在提思考两个字 这个人到底思考是从何而来的 其实就是因为我是家中妖子的关系 我从小就要去思考这个世界的样子 为什么哥哥姐姐他们要这样子做 那他们对父母这样子做又代表什么意义吗 我如果跟他们这样做 我可以获得更多的宠爱吗 就是我从小就要不断的去思考这些问题 好举一个 我相信在可能是荧幕前面你很困扰的事情 就是目前在升学的阶段 就会发现我在小学的时候 小学六年节的时候 我哥哥已经差不多要考大学 我记得他每天晚上都在外面读书 可能是夜自习或者去图书馆 就会发现 哇对于一个小六学生来讲 是不是他只要我哥哥考上好大学 就代表他很有成就 那我未来进入到国高中以后 也是不断读书 是不是越能越有学历 就有越有成就呢 这件事情我想透过我这些年的经历 透过也就是时间的洗礼 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 最后在影片的过程 影片的最后也会跟你分享 也就是当你透过这个 接下来的45分钟到一个小时以后 你会听到在这个过程中 我不断的获得想的东西 最后来进行总结跟你分享 好 第二个跟思考有关的事情是 也就是因为我是家中妖子 所以常常要自己跟自己玩 所以我必须要透过自己去建立小天地 来陪伴我自己 就是要去建构属于自己的世界 好 听起来会有点抽象 所以再举一个跟升学有关的例子 也就是说我记得我那一年考高中是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那一年就是台北市跟新北市跟基隆市 我们一起合办连合办考试 那那个时候我会去分析说 按照以前的PR值 学校是不是要这样子填 但我那时候在想 既然人口的基数不一样 那如果其他人就去填了某一些学校的话 那我这样子填跟着他们填是否合理 也就是说我会去分析其他人的策略 这件事情来决定我是否要填什么学校 好 这个东西其实会跟我们接下来会提到的经济学系 某一些学的内容的想法是类似的 所以待会会跟大家分享 也就是说你会发现 我可能从高中的时候就蛮适合读经济学系的 好 但是我记得一路到了我考大学的时候 我那时候有两个很重要的元素在决定 第一个是兴趣 就像我刚刚前面分享的 其实我会觉得时间跟脉络是一个 我很关心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 所以两个学群主要是在学这个脉络的东西 第一个是政治学系 第二个是历史学系 所以我会觉得那个时候 觉得这两个学系很有趣 我很有兴趣 但第二件事情我在想的事情是 好像如果我要赚大钱的话 读商学院好像比较有前途 这件事情一直困扰我 但我那个时候会觉得说 是不是最后要选的赚钱排行呢 答案是是的 所以我那时候有几个比较想要去读的学系 第一个是风险管理学系 第二个是财经学群 那到底为什么我会想要这样做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我想要让我的家人 不管是我的父母 我自己 或者是我未来 可能小孩 我想要让他们拥有更好的生活 也就是说 当我可以过上 拥有更好的品质的东西 或者是可能有很多的存款 有很多的投资 那可以让我买房子 或者是很多东西 车子都可以生活无余 并且过得很丰富 所以最后我就想说 那我就最后填个不动产学系 结果就发现不动产学系 并不在商学院 而且不动产学系 大部分时间在学法律 好 那怎么办 法律我真的完全不行 准备起来真的很吃力 然后我记得 那个时候大一大二的时候 为了准备法律的相关科目 我读得非常说书 但是还是几乎快被盗了 但还好 在大一的时候 我们有学经济学原理 就会发现 经济学其实是着重抽象思考 以及推论分析的 这个其实还蛮适合我的 这也就是 为什么我后来会觉得 我好像蛮适合走经济学这条路的 也就是我对于经济学的分析方法 其实我有信心 我有能力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能力呢 我们在经济学系的过程中 在介绍经济学系的过程中 再跟大家来分享 好 但是到底该不该双组修 我到底是要转学考 双组修 重考还是复习 这件事情我基本上 我记得那个时候在我大一下的时候 我犹豫的将近一整个学期 还要在询问朋友 以及我自己思考的过程中 我发现如果选择双组修的话 其实我可以维持我原本的交友圈 甚至我可以继续堆叠我原本的涵养 也就是我可以有原本有不动产学系的一些养分 同时再加上经济学系养分 但如果是转系的话 的确我可以很专心的在经济学系里面 但会发现我跟我过去的连结就会被断开了 所以我最后考虑到想说 如果能多学一些不动产学系的涵养的话 可能会比较好 所以我就开始双组修 也就是我开启的这条经济路 今天主要跟你分享内容 好 所以就会发现既然我未来是要继续在经济学 研究这条路的话 那我想要成为的人 就会是研究人的行为的人 好 也就是人的根本到底是什么 并且也要去理解这世界运行的脉络 好 讲得很文中周 这两点都很文中周 所以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到底是为什么要驱动我们生活的原因 比如说 在荧幕前面的你也许正在吃排骨面的话 那请问到底是你也是为什么吃排骨面 如果按照一个很简单经济学的 经济学的架构的话 你是因为排骨面的价格比较低 跟排骨便当品价格比较低 所以你吃排骨面吗 还是其实你会觉得排骨面对你来讲比较 吃排骨面对你来讲比较快乐 又或者是你觉得排骨面的品质比较高 你觉得排骨吃排骨面 你会觉得这家排骨面很好吃 又或者其实你会选择面不选择饭 其实跟你的成长背景有关系 这些都是当每个人在做决定以后 背后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元素 不同的原因所导致他去做 这个事情是我很想去做 很想去研究的 那所以到底是为什么让你坐在荧幕前面 花一个小时来看 我跟你分享我的故事呢 就是你是对经济学习有兴趣吗 所以在分享的过程中我也不断在思考这个问题 那接下来会跟大家谈谈 那思考以后我会想要跟你讲什么样的故事 好所以在开始学习分享之前 当然我是来自于国立台北大学 就是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好咋知道也是什么样的大学 国立台北大学是北市大吗 又会是国美教吗 好这件事情其实应该很多人都没听过 我记得我有一次在搭计程车的时候 很多次在搭计程车的时候 其实那个司机大哥们都问说 台北大学完全不知道在哪里 可是其实你得要跟大哥说 我们是中心法商学院 他们就说 是在那个民生东路的台北大学 对不起 民生东路的中心法商学院 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大家不知道台北大学是什么的话 对不起 通常讲中心法商都会听得懂 好那既然是来自中心法商的话 会发现其实公务员会是一个台北大学 毕业的学生里面很重要一个出入来源 这个原因其实是来自于在中心法商前 最早国立台北大学的前身是 台湾省立行政专科学校 那其实他是从民国38年就成立的学校 那你就会发现 那既然是一路我们是继承了台湾省行政专校 以及中心法商的涵养的话 就会发现其实我们的学风是比较纯朴的 但这边的纯朴并不是指懒度 而是指我们大部分的学生都是朝同一个目标 很多人是要一起考研究所 对不起一起考工部门 那考工部门的话 其实是可以彼此成长彼此互相合作的 也就是说我会觉得在这个这七年的过程中 我学到我了解到国立台北大学的话 其实会发现大家都是一起不断的成长 一起不断的合作 一起不断的努力 也就是说在很多人考上公务员以后 公务员其实就是大家同学们很大的一个资源 也就是目前有在公务员可能是很中高阶的主管职 都是来自于台北大学的学长姐 这些学长姐也是非常愿意照顾学弟妹的 好但是不只有公务员 这些这一点跟大家提醒一下 其实我们学校还有很多社会中高阶的学长姐 除此之外其实经过的时间 可能因为现在国立台北大学 我们希望可以有不同方面的学生 可以不同专业的学生产出 所以我现在有很遇过跟我同才的年轻人 他们其实也很愿意去私部门工作 并致力于成为私部门顶尖的人才 所以虽然说对公务员是我们学校最大最大的养分 但是其实不只有公务员 好所以讲完一个我们学校的脉络以后来看看 所以你应该会你在荧幕前面应该会知道 北大在北大特区 那北大特区到底在什么 在哪里到底是什么 就会发现其实我们是在三角泳附近的大学城 三角泳是三峡的旧地名 它其实是在渊山的三角下大汉西旁的一个小镇 就是对你会发现北大特区在三峡附近 对好就会发现 那如果你站在渊山山顶的话 它就会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完美景点 就是你可以俯瞰整个三峡英哥树林土城地区 就是说三峡其实风景非常的优美 那所以在当初在一开始规划的时候 因为我来自于不动产学系 所以其实很多老师就会分享说当初的规划 其实就是希望我们把它规划成 有点像是不管你在美国的影集 或者是欧洲的影集看到那种大学城 就是老师学生居民都可以安居在此 大家可以很快乐的生活在这边 没事的时候就去晃一晃 那上课上课 下课的时候就可以休闲娱乐 好也就是说你会发现既然我们是在三峡 然后又是一个大学城的话 其实这边的步调很放松 是很适合读书的 就像其实我有时候 如果我从台北进到三峡的话 就会发现哇我走路的步调都比别人快 就是这边其实步调比较放松 很适合读书 但是就像但是虽然我刚刚说它在三峡 可能你会觉得它是在双北市一个非都会区 但是其实目前有很多的公车都可以串联到 这些都会区就是其实如果离峰的时候 你只要四十分钟就可以达到双北市的市中心 比如说这边举例四班公车 像是916啊 它可以达到捷运永宁站啊 921啊可以达到捷运景安站啊 景安站是综合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地区 932可以到板桥火车站 我有非常多的同学来自于中南部 每到临驾他们大家达932去达高铁或火车 最后939939是可以到台北市台北市的核心区域 就是信义计划区 所以你搭着939就可以到捷运市府站 所以就发现其实会有很多公车都可以让我们的学生 从一个三峡的渊山三角下到了双北市的核心区域 好所以跟大家谈谈这些北大特区的一些基本 我觉得算是非常重要的东西以后 如果你对于很多其他有兴趣的资料的话 你可以上网Google一下 但是有接下来 接下来重点我会觉得是比较难Google到的 就是我们的学校资源以及学业学制 一开始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台北大学目前有七个学院 分别是法律商学公共事务社会科学文学 电机资讯以及永续创新国际学院 好在这个七个学院里面 目前永续创新国际学院是没有学士班的课程的 也就是说大部 所有的大学生都是来自于前面这六个学院 那你就会发现 我自己原本是来自于公共事务学院的 不动产与城墙环境学系 经济学系在社会科学院 非常重要 经济系在社会科学院 这一点我待会在经济学系的学系迷思里面 会跟大家好好来谈谈 但切记经济学系在社会科学院 好 那会发现 我们刚刚其实前面谈的北大特区 那对于资源的影响就是 其实因为我们真的不在都会区 所以在这样的地理限制下 其实会影响很多人流 比如说 我有听过很多人 要比如说进台北市实习 攻读 都变得特别的辛苦 甚至没有办法拿到他想要工作 因为太远了 又或者是我记得我有一次很想要去台师大去听那个陈伟英 那个打棒球那个陈伟英的演讲 就会发现他是课 他是6点开始 可是我5点才下课 然后尖锋时间 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到那个点 在6点以前 所以我就没办法去听那个演讲了 所以就发现 虽然说对这边不得要放松 但也是因为我们在非都会区 所以我们很多资源就被影响了 不过台北大学当然有意识到这件事情 所以其实我们有主要有4间大学一起成立的台北联合大学系统 也就是当然有我们国立台北大学 那也有国立台北科技大学 台北医学大学 以及国立海洋科技的 国立台湾海洋大学 这4间学校我们一起成立的台北联合大学系统 那基本上其实你如果是这北联大 这4校里面的任何一个学生 其实你可以不用透过申请 特别的申请 你透过选课系统 你就可以去修课了 比如说我透过课程选课系统 看到了像是 像是左边的话 在你荧幕的左边的话 会是北一的一个课程 叫做变态心理学 我记得我以前在读不动系的时候 我有同学真的去跑去北一去修变态心理学 那另外一个右边黑色底的话 这是北科大里面有一门课程 叫做Python物像导向实物应用 也就是一个非常 目前非常当红的一个城市语言 那也会 我相信 如果你是对于Python有兴趣的同学 进入到北大以后 你也许可以考虑通过选课系统 就去北科大上课 好 但除了 除了这个北联大系统以外 学校本身 国立台北大学本身 我们是 学校本身是非常鼓励大家 双足修的 所以也让我们双足修的毕业比例 其实是在全国的大学里面排名第二名的 好 所以那 接下来就要问 诶 所以你也是 我也是一个 我透过双足修毕业的人嘛 因为我同时有两个学位 那到底要怎么样可以双足修呢 就会发现 其实我们学校的规定就是 最近两个学期平均70分以上 你就有机会去双足修啦 但是切记 这个是学校的规定 每个系有各自各自的规定 这个事情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欢迎你来读北大 读了北大以后 你可以去各个系 或者是 你现在就可以去各个系 去查看他们的各自的规定 好 所以除了学校里面 除了附近的 啊 接下来下一个问题 好 啊 所以其实国际化的接轨的难度是相对于很多大学来讲 是比较高的 因为名字很新就代表说很多人不认识你 要说这是什么大学 北大 啊北京的大学 北京大学 没有我们是国际台北大学 但其实学校当然有意识到这件事情啊 就是我们学生当然会觉得国际化程度很难 但学校也知道 所以学校也加倍努力想要去让国际可以在国际上面 可以很多人去知道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到底在哪里 它是一间怎么样的学校 所以这边举几个 目前北大有透过国际化的一个产出的结金 第一个是其实北大的商学院是有透过AACSB认证的 其实这是国际商团学会的一个认证 也就是说这个学校的商学院的课程 必须要符合他们学会的一些认证 比如像是课程师资资源 这些东西都要是要跟国际能接轨 才会颁发给你这样的一个认证 所以北大商学院很致力于 跟国际接轨 所以也有获得这个认证 接下来的话 其实学校也有跟Amazon 就是Amazon的云端学院 就是大家看到AWS这个云端学院签约 就是希望可以透过跨国界的云端科技 以及知识带入台北大学 这个在渊山山脚下 可能地理限制会限制人流的一个地方 就是也是我们跟国际接轨的一个部分 最后其实除了这些以外 你就会发现还有很多双联学位的机会 就是你读四到五年 你可以同时两个学位 第一个学位是国际台北大学的学位 第二个学位就是可能其他国际上大学的学位 比如说我这边举三个例子 分别是罗德岛大学 天普大学 以及曼彻斯特大学 好 罗德岛大学是跟我们经济系签约 所以经济系的学生 如果你真的有 如果你真的有兴趣来读的话 你就会发现 你是有机会到罗德岛大学去读书 然后同时拿两个学位的哦 那天普大学 就会发现天普大学又跟北大很多系所签约 就是你读了天普大学以后 你有机会去 对不起 你读了台北大学以后 你有机会去天普大学申请双学位 双学位同时拿两个学位 最后一个是曼彻斯特大学 曼彻斯特大学 你会发现 其实有跟北大的一些系所签约 就是你就会发现 其实北大也很致力在推动双联学位的签约 好 所以我们讲了关于学校 很多不同面向的介绍以后 终于要介入到我以前的系所 也就是不动产与城乡环境学系 身为一个台北大学系名最长的系 所以以下以及以上几次我都有简称 我们叫做不动产系 好 那所以第一个问题 到底是不是不动产 好 所以根据一个很简单的定义 对不起 根据民法定义我们叫做土地及其定着物 土地没有问题 定着物到底是什么 定着物其实就是 在土地上面 你能稳在那边不被风吹走 并且可以提供人 并且可以提供人一定使用的东西 好 这就是定着物 好 所以接下来下个问题是 我现在知道不动产是什么 不动产学系 那不动产系到底跟地震系有什么差别 对 北大不动产学系就是以前的中心法上地震系 我们是地震系所培养出来的 那到底地震跟不动产差在哪里呢 其实大家可以发现在我左边这个图 这个文式图里面会发现 所谓的地震就是土地行政 土地行政其实会是一个 我们在不动产领域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但不代表所有 其实会发现 我们有规划的 就是整个城市的规划 城乡规划的部分 当然也有一个私部门要怎么去经营一个不动产的 叫做不动产经营管理这个部分 当然也有测量那个部分 你就会发现 其实不动产的专业里面 虽然说土地行政非常的重要 但不是全然 也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系上那个时候 很努力的在推行 让北大地震系的学生 可以拥有不同的专业出去以后 不一定只能从事土地行政的工作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当初学习当初希望可以改名 并且努力去的方向 好 那听到现在就发现 哦 对 不动产学习大概也在学土地行政 又有些在学习 里里扣扣 什么挖钩的东西 那到底在学什么 这边 我们主要可以分成六个核心领域 分别是经营管理 规划与治理 法治与政策 测量与空间资讯 保日与房载 以及国际化 这六个不同的核心区域 那其实这些都这个六个核心区 就是我们系上的六个软性的分组 那所谓的软性分组就是 你只要在毕业前透过选修 去选这某一个群组里面 所开设十个学分的课程 你就有办法 你就有在那个学试上 你可以拿到这样的一个认证 好 所以那什么叫软性分组 软性分组的意思 其实就是除了必修以外的一些选修课程 那必修我这边来看一下 大家还记得吗 我曾经有说到过 我那个时候在大一大二必修的时候 对于法律我完全不在行 甚至对于备科我也不在行 所以在这个大一大二必修课 我这边是列举几门课 你就会发现 民法相关的当然就跟法律有关 民法该要土地法 都市规划相关的都市计划 以上这些反红的课程都是跟法律有关的 然后会发现 反黑的课程都是跟贝科有关系的 也就是说我们的考试 大部分还是以贝科着重为主 当然学的东西当然不止 只是说在考试的过程都要跟贝科有关 你就会发现在我这个列举 列举的几门课里面 非常多的课程都是 跟我所不在行的能力有关 所以我真的读的 读的很辛苦 对 但是呢 选修的部分 这是我今天主要跟大家分享 也就是核心领域的部分 好 那在核心领域的部分 就会发现六个核心领域 第一个是经营与管理 好 其实我们就是透过 诶 一个单一的不动场 我们透过微观的角度去看 一个单一的不动场 我们怎么样进行管理 诶 里面是要放饭店也好啊 商店也好啊 那又或者是 诶 我们怎么样让它的 让它稳定收益 是其他化的 第二个是 诶 那当一栋房子跟一栋房子聚集在一起 形成一个城市以后 那我们应该要去 怎么样去规划这个城市 并且去治理这个城市 也就是规划与治理群属 它是透过一个宏观的角度 去看城市怎么形成 以及怎么样去管理城市 接下来 法治与政策 其实就是当年土地行政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也就是 诶 那既然你刚刚有提到 一个不动场里面跟不动场里面 呃对不起 单一不动场里面 会有一些相关的消防法 可能会有消防法规问题 那不动场跟不动场之间 应该也会有一些要交易啊 或者是动要动作东西啊 也就是说 法治与政策其实在学的就是 我们怎么样透过法规去建立不动场的SOP 这些SOP可能是交易 有可能是设计上的东西 这些都是法治与政策群组 想要去讨论 并且想要去培养的人才 接下来 诶 所以如果假设是有人要买房子 啊你总要知道要几瓶大吧 所以就是说测量与控制资讯群组 我们会想要让学生培养的能力就是 测量想要去了解不动场到底多大 有多长 以及它面积如何 而且在空间资讯可以拿去分析 也就是可能 如果你有听过地理资讯系统的话 也会在这个群组里面希望你能培养到这样的能力 接下来 其实大家应该都蛮清楚 目前其实极端气候 目前可能是人类一个很大的威胁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城市这么大一个量体的一个人类居住的地方 在极端气候来临的时候 可能会面临到什么样的状况呢 这些事情是 也是系上想要积极培养一个人才 就是说当有这么不确定的气候来袭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透过都市治理的方法 去解决这些问题 利用一个比较前瞻性的想法去解决这些问题 这个是保育与防灾群组想要培养的学生 最后 其实不动场有很多要去了解的 但是它就像我刚刚说的 它其实单一不动场的话 你可能有一些 可能要认识土地的行政人员 然后很多很多 这些都是比较在地化的人员 可是有没有机会在不动场的领域可以跟国际接轨呢 也就是我们想要透过让这些人可以跟国际接轨 就是像我刚刚提到的 北大人其实也非常在努力做国际化的部分 所以这个部分 跟国际接轨是不动场局 目前也是很积极在推动的 也就是也成立了这个国际化群组 也是可以接轨国际并放回来 好 比如说大家听到现在 MUSASA 这个六个大群组培养出这六大不同专业的人 那到底在干嘛 这边举以前在信仪计划区的世贸三馆作为举例 世贸三馆后来拆掉了政府政府的土地 希望民间可以来标这个土地 那可以在上面经营很多东西 政府只要收租金而已 租金就好 那就会发现 那如果是金鱼管理毕业的学生 那他受的专业就会告诉他 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要去标政府的标案 盖了一栋不动产以后 上面到底要放什么行业 到底是饭店呢 还是办公室呢 可以让我有长期稳定的收益呢 接下来 那规划与治理学群组毕业的学生加剧思考 所以那这个以前是展览馆嘛 那现在不想是展览馆 那我这边政府是不是要规定说 你是要放住宅区 还是放商业区 对于整体社会的利益而言是最大的 好 接下来 法制与政策群组就要想 所以这是政府的土地 我要包给民间来做 那这个法规的部分 我们是要试用什么样的法规 会不会有很多违法的问题呢 或者是有一些合理的问题 我们都要去思考一下 就是 就是透过法规的检讨 来看民间有是否有什么样的空间 可以来参与我们政府这样的计划 接下来测量有空间资讯群组的人 毕业学生 就可能可以学到的事情是 所以政府要交给别人来包嘛 那不好意思 那你在合约书上总是要写 长多长宽多宽 面积几平方公尺 好所以这是测量有空间资讯群组毕业的人的专业人士 他们要去做的事情 接下来 保育防灾群组 就是学着这保育防灾群组的人 可能会问说 那假设你今天引进的民间 盖这么大规模的建筑物 那到时候如果真的有极端气候来临 比如说大型地震 比如说洪水的时候 会不会有灾害风险 这件事情可能也是 必须要好好去思考的事情 接下来 那国际化群组毕业的学生可能会问说 那这个不动产除了盖起来以后 可以跟地方 可能跟地方有合作的话 那我们能不能跟国际接轨 把国际的资源 以及国际的人才 拉到世贸商馆 这以前世贸商馆 这种建筑物上面 就会发现 这六大群组 他们所看的想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好 那详细的课程资讯 因为时间有限 其实请大家可以去想下 我们不动产系的系官网 那连结会在下方的文案当中 好 那就看到这边 所以六大群组毕业的人 可能学的东西不一样 那出入可能会有不一样 但想要跟大家提的事情是 不管你是哪一个群组毕业的学生 其实都有很多同学 我自己身边有很多朋友 都会去工部门工作 其实我自己是来自于 不动产经营与管理群组毕业的 那我身边有很多以前的同学 他们后来也都进入到工部门 就是说每个领域都有相对应的公家机关可以让你去服务 那我们不动产系大部分培养的就是工部门的人才 但是要跟大家说一件事情 就是工部门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轻松 很多时候 尤其是在过年前的旺季每天都要加班 我有个好朋友 他目前在某一间地震事务所服务 他基本上每天都要加班 只有大概农历七月的时候 可以稍微休息一下 就是会发现工部门的工作 现在工部门工作 其实有时候也是很辛苦的 好下一个问题是 那如果这个同学他并没有想要去工部门的话 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的管道可以出很多不同的出路 比如说我们这边举跟经营管理有关的群组毕业学生的话 通常我们会有以这个流程来举例的话 就会发现有一个金控如果要盖一间房子 那金控的人就会去委托不动产顾问 就说那请问这个顾问你会建议我们在这个土地上面 盖什么样的建筑物放什么样的行业 比如说饭店办公室 可以让我这个金控有稳定的收益呢 好所以不动产顾问如果给他一个建议 那金控也说好以后 那接下来他们就会到下一步 可能去找不动产估价是说 请问请问请问 那这样子盖上去一个房子以后 那我这笔建物到底会值多少价值 这个也是在不动产学习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未来出入的一个流程 接下来真的要盖了 那就他们就当然就会找上建设公司帮他们盖了 里面有很多不动产的人才 最后盖完了依据我国的法律 盖完以后的房子 不动产是要登记的 所以登记就会找上以前的土地代书 现在的地政事 问说你可以帮我们登记吗 那他们就要跑地政事 地政事就要跑地政事务所去登记 就会发现透过这个简单案例的流程图 就会发现其实以上这五个不同的公司或类别 都会是不动产学习的学生毕业以后可能会去的管道 当然除了我们刚刚谈到工部门以及经营管理群组的人以外 还是有很多同学去了可能像是测量公司啦 甚至还有同学去了非营利组织啦 又或者是很多不同的顾问公司 这些都是不动产学习同学毕业后的初度 但公部门还是占了大多数 OK那不动产学习我没有要走 我没有要透过不动产学习的初度去找工作 但是不动产学习我觉得带给我主要事情就是跨域的思考 就会发现其实六个大群组都完全用不同的想法来思考类似的议题 比如说透过规划与群组 那可能会去思考以社会学的角度去思考 以人类学的角度去思考 那经营管理群组可能会用商学的角度去思考 用财务分析的角度去思考 所以就会发现一个类似的议题 在不动产学习的学习里面 会有很多很多很多多元的角度来思考问题 这个事情是我会觉得不动产学习带给我最重要的想法 最重要能力就是跨域的思考能力 好那到底适合怎么样的学生 我会觉得其实就像我们学习想要培养土地行政的人才一样 我们这个学习很适合你如果你是想要执行决策的人 而不是可能要创造某个东西 你是想要遵守一定的SOP做事的话 这个学习其实是很适合你来就读的 因为我会觉得这个学习大部分时间在培养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才 好那 那接下来另外一个很适合就是如果你未来是想要稳定的人生的话 我觉得不动产可能会蛮适合你的原因 其实是来自于因为很多同学毕业以后可能进到工部门工作 那工部门会是就像我刚刚说的工部门会是北大 对不起 不动产学习同学未来一个很重要的出入管道 那工部门工作是比较不用冒极端的风险 比如说商学院毕业他如果去创业的话可能会面临极大的风险 这件事情 如果你会觉得这个事情不是你想要你要有一个稳定的收益 稳定的人生的话 我会觉得不动产学习也是一个可以提供你不错的管道 好 我们不动产学习目前讲到这边 接下来就是今天最主要的想要跟你分享的学习 经济学习 好 但是在开始分享之前我想要喝一口水 好 经济学习 economics这个学习呢 首先要来做迷思大突破 我还记得我们在前面的时候留下一个问题吗 就是就是经济学系是不是在舍可怨这件事情 在开始之前想要先跟大家谈谈的事情 是那会说高中都有学经济学啊 不是吗 我记得好像有啊 就是比如说今天高丽菜 假设高丽菜大家对他的需求是长得像那条线的话 今天假设台风来了导致高丽菜攻击大减 然后整条线左移的话你就发现 哦 那原本的均衡的价根量就会变成均衡价上升 均衡量减少 就会发现我们过去所的经济学都是直接有结论的 但是大学进阶我们大学的经济学或者进阶一点经济学 到底除了这些想法以外可以提供什么样的想法呢 这边其实可以跟时间有一些关系 经济学很常在探讨跟时间有关的议题 这边就举个同样的例子当高丽菜的价数量 高丽菜的数量减少的时候 这个时候厂商好像也不能来得及改变价格 就是比如说啊我来不及标价来不及改变的时候 但是消费消费者会知道说数量减少了 那我这时候是我要买 比如说你去这时候要去超商买高丽菜的话 买高丽菜的话 那这个时候想说我要多付一点钱 我多付一点钱我们绝对买得到 所以就像我们刚刚多的那个红色标标一样 红色的箭头一样 这个时候消费者他会想要买多 他想要用多一点的钱买 但是到了下个月 这个时候厂商高丽菜的高丽菜农就会发现 好像我可以卖到很高的比以前过往还要更高的价钱 所以我就多生产一点吧 就是产生第二个箭头 就是这个时候会有功过于求的状况 接下来消费者看到这个状况就说 诶 哦 次厂商有这么多高地产 那我好像也不用付这么多钱 所以第三个箭头 就会发现说 其实就是厂商不断的在去预期未来的价格跟数量会有什么样的关系 消费者也在预期厂商跟未来的价格数量会有什么关系 就是这个是一个经济学一个很简单的理论叫做租王理论 就是当我们的均衡形成的时候 其实是跟时间有关的 这我们要有动态的调整过程 也就是说当一定的条件下 你旧的均衡可以是慢慢慢慢 透过厂商跟消费者之间的互相的预期来到新的均衡 好 这个是大学的经济学在学的这个东西 大学的经济学在学的东西 也就是说经济学一开始分析的内容 就是在研究人互动的结果 互动的行为 这也就是我们刚刚欠下的 经济学系不在商学院一个重要的议题 经济学家是在研究人类的行为 人类人跟人的行为 两个人组成社会 很多个人组成社会 所以经济学系是在社会科学院 好 下一个问题 那经济系的学生 对不起 经济系毕业的学生或者经济系的老师 是不是都很势利呢 这边我想要举跟大家举个例子 左边这个是2019年的诺贝尔讲经济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 他其实除了做经济研究以外 他也致力于消除贫穷 也就会发现说 其实很多经济学家 他并不是很势利的 他其实会用自己 有的人会用自己的行为 或是有的人只是单纯想要研究人类的行为 好 所以我们破除了 我会觉得是比较大的两个大迷思以后 接下来 那经济学系到底在学一些什么呢 我会觉得可以把经济学系的内容 分成主要三大面向 第一个是个体经济学 就是个经 第二个是总体经济学 当然就是总经 最后一个是计量经济学 就是计量 也就是所谓的数据分析 这三个大不同领域 好 那个体经济学到底是什么 个体经济学 其实我们是来分析群体跟群体互动的过程 这边的群体跟群体 不单单可以是个人跟个人 其实也可以是国家跟国家 国家之间彼此进行竞争 比起互动的过程 好 那这些互动的过程 可以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这些我们可以透过个体经济学的方法 去分析 去看这个事情 接下来是当然是总体经济学 其实总体经济学会是 我们会用一个简单的方法讲 叫做一个群体内 我们去研究这个群体之内 它运作的一些过程 跟我们想要看这个结果会产生什么事情 好 听起来很抽小 他们举个很简单 这个事情是经济系一个经济学 我们学校经济学系有做过的研究 就是说某一个非洲很多国家 为什么经济成长这么慢 那我这边 许的例子就是刚果 为什么经济成长这么慢 那以总体学 总体经济学家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情的话 就是用国家 这一个国家内部的原因去分析 而不是互动 而是这个国家内部的原因去分析 好 就会发现 其实有可能 这个为什么会导致刚果经济成长这么慢呢 其实有可能是来自于家长 对于小孩要让他去当同工 或者是小孩要让他去受教育 这个选择的不同 所以导致经济成长快慢 好 那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总体经济学 我们常常去看的是经济成长 以及经济的波动 接下来最后是计量经济学 好 计量经济学我觉得主要可以分成两块 第一个是理论 第二个是实证 理论的部分就是 计量经济学 本身这一本课在学的 就是我们会教导你一些 怎么样去处理资料的一些工具跟方法 这些理论的部分 那很重要的一部分事情是 透过这些理论 透过这些方法 当你拿到资料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去验 去透过实证的方法去验证 这些资料到底符不符合理论 也就是说 实证的部分会包含在 我们刚刚前面看到 个体经济学跟总体经济学的部分 好 所以提到计量 那计量到底是什么 其实你就会发现 其实所谓的计量经济学 它是统计学的一支 也就是它其实在研究回归分析 它是一种某种程度的解释是回归分析 是回归分析的深入版 就像左边这个图看到 当一群资料里面 我们要找到最能符合它的那一条直线 这就是所谓的回归分析 好就像我们刚刚举刚果的例子来看的话 如果我今天有一笔实际的资料的话 那我就可以透过计量经济学的理论跟方法 去验证说看看 我们刚刚的那个理论 这个理论是不是预期的是正确的 我们透过实际资料去验证这件事情 好那你就会发现 口说无凭 所以现在当资料越来越多的时候 实证这越发的重要 也就是说我们发现 如果只是口说 或者是透过数学推导单纯理论的话 其实是很难与真实世界接轨的 所以现在其实会 不管是学系也好 或者是经济学整个领域也好 都越来越看重实证这个重要性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谈谈 那经济学系的必修 就是根据这三个不同的面向的话 这边举了几个必修的举例 第一个当然个性的部分 有个体经济学 那还有总体经济学 总体经济学的部分 我们待会会在我们后面的这堂壁上来介绍 那总体经济 对不起公共经济学部分 我们会在这堂壁上的部分来介绍 那总体经济学的话 当然总经这个领域 当然有总体经济学 那当然还有货币银行学 计量那个领域 当然有统计学 以及基础程式设计 我觉得这几门必修课 都是非常重要的课程 好那这边事举两门课 第一门货币银行学 来跟大家来看看 那这一门课到底来学一些什么吧 货币银行学 其实我们就在研究货币 对于这个社会造成的影响 比如我举例通货膨胀好了 通货膨胀 那就会发现以前500块 我记得我小时候的时候 我记得我小时候 如果能去吃吸体会觉得很开心 然后那时候大概吸体好像一克500块吧 可是你会发现 现在500块好像吃不到吸体 也就是说同样一张500块钱 好像经过的时间 会让他能买到的东西变少 这些这个这个闲想 就是通货膨胀 那当我们学的货币 当我们学的货币银行学以后 你就会发现说 那什么时候的通膨会比较大呀 这件事情 是可以透过理论我们去验证 或者是 什么时候可能会有金融危机呀 那这件事情 我们通过货币银行学也会告诉你 在某一个状况下的时候 可能未来产生金融危机的机会 可能是比较高哦 所以当学了货币银行学就会知道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能趋吉避凶 当可能通膨比较高的时候 应该要做一些什么事情 未来可能有金融危机的时候 要做一些什么事情 我会觉得这个是货币银行学 带给我们一个比较大的能力 接下来下一门我们要举的课程 是基础程式设计 这个也是因应目前数据分析 其实慢慢的崛起以后 就是大家常常听到的 big data big data 大数据 主要是数据分析的时候 系上所加一门必修课 那这门必修课呢 其实老师们主要会教导大家一个 我们在经济学界非常常用的一个程式语言 叫做R 那R其实不像我们可能 可能大家有听过的C++或是C 比较底层的程式语言 R其实是一个相对friendly 比较友善一点的程式语言 透过学的R你甚至未来有机会可以透过上其他课去学 其他的有更更有趣的程式语言 好那接下来举完必修例子以后我们看看在经济学系这么多的选修里面 我们看看几门选修好这边必须跟大家提醒一下 对我是来自于普通产学系的同学 经济学系的必修我全部都有修 这个没有问题 好但是学秀部分 我可能会修的比经济学系的同学少 但是我还是会列出几门 我真的在我自己或者是我问过我同学以后 我真的觉得在经济学系非常重要一些学修课程 第一门课是产业经济学 产业经济学 这个算是在经济学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研究的一个对象 也就是我们会去研究 产业之间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状况 比如说公司跟公司的竞争 那可能会有消价竞争这种状况吧 就像我们说的 什么毛三道四 毛利三%到四% 简称毛三道四 又或者说为什么台湾大部分的产业都是消价竞争 那消价竞争到底会有怎么样的结果 这件事情都会是透过产业经济学里面会跟大家分享的 跟大家教导的 接下来我想要举一门课叫做经济问题分析 因为经济问题与政策是经济系少数的讨论课 那这个讨论课里面会讨论很多不同的经济政策去看它是否有效 这边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 振兴卷是否有效这件事情好了 好 这样的问题我们主要可以把经济学界不同的想法分成两个大的脉络 第一个脉络是以凯因斯为最早的原始点 也就是凯因斯学派 第二个脉络最早是以凯耶克作为最早的思考点 我们叫新古典学派就会发现如果你用凯因斯学派想法去想的话 他们很重视所谓的陈述效果 所以陈述效果的意思就是就是当我们某一个人在一定的时间内可以有更多的钱去消费的话 他就会去消费 然后呢他消费的钱就给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人也会去消费 所以整体而言我们的振兴卷会是有效的一个状况 但新古典学派更强调的事情是跨其替代效果这个东西 好也就是讲的简单一点 虽然说对振兴卷这件事情的确是在一定时间内让每一个人拥有更多的钱 可是那我们也许会去想一个问题 那这些钱是哪里来的 政府我们大部分时间要么就是买债券去发行债券 要么就是未来会瞌睡瞌回来 那这样子某种程度好像是在跟未来的自己借钱 所以那这样子的话 我今天对我今天虽然说会多了这些钱 可是我不会消费 我会把它存起来 所以这个就是新古典学派主要想要研究的 就是关于时间的事情 就会发现因为时间 所以会对于群体之间会对于行为上有些不一样 因为时间的关系 就是时间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 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 就是如果你只是单纯看一个时间点 跟看不同时间点的话 不同时间点一起比较的话 那这样子的想法似乎对于人的分析上也会有影响 所以就像我刚刚说的 在最一开头时间的意义 某种程度而已 时间对人这些意义的影响 就会是让我们的行为会有 有一点改变 好下一门选修课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事情是 资料视觉化这一门选修课 其实会发现说资料视觉化 对当你拿到一笔资料的时候 你总不可能给老板看说 不好意思老板这边是原始资料 请你过目一下 这不太可能吧 你大概隔天就被吵诱语了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这门课主要就是教导大家 如何去处理资料 让他产制出一个 让大家看会比较想要看到的结果 比如说你有看到吗 口罩地图 口罩地图就是一个透过 处理资料的方法去做的事情 这也是在经济视觉化里面 有可能会去教导的一个方法 第二个 你有可能透过处理资料产生一个海报 产生一个简报 比如说你可能很简单的话 圆柄图长条图去分析这些资料 可能会有怎么样的结果 这些都是资料视觉化 可能带给大家的能力 好 所以我们现在看完了必修课与选修课 就会发现 这样看起来经济学系 很多时间在处理数据 那既然是在处理资料的话 那到底跟统计系有什么样的差别 就会发现 对 经济学系 我们的确只学了计量 也就是回归分析 所以我们在数据分析的能力上面 是比较弱的 因为统计系可能还有学其他工具 比如说听起来很炫的 共变艺术分析 所谓的Anova 这些不同的处理资料方面的能力 但是 我会觉得经济学系的学生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其实我们会有很多可以说故事的机会 说故事的能力 比如说我们会去分析 人的行为到底是怎么样 有这样子数据的结果 到底原因背后是来自于什么样的状况 这件事情我会觉得是经济学系的学生 比起是会更有能力去处理这些事情的 好 这个是我觉得这两个学系的学生毕业以后的差别 第二个既然我们来比较 那我们再比较一下经济学系跟财经学系吧 好经济学系大部分的课程 其实我们是不以投资理财为目的 大部分的课程 我们是没有在教怎么样进行投资理财 可能什么K线 啥啥啥之类的 我们可能真的没有教 但是财经系呢 蛮多有一些科目是培养大家如何进行投资理财的 可能教导大家一些不同的投资工具 比如说债券选择权 期货 什么什么对冲的 对冲基金 什么东西的 这些东西可能在财经系里面有交给大家 可是在经济系里面的确我们很少看到 最后也是北大 北大很特别的系 叫做财政学系 我们来跟经济系来比较看看 其实经济学系 我们单纯真的分析很多议题 我们真的以理论分析为主 那可是财政系的话 它主要的目的是 政府要如何透过一些不同的方法去获得财税 并且治理国家 所以他们的角度可能会是工部门本位 然后把经济思维跟会计思维带到工部门里面 而经济学 经济学系 则比较少看到已经以工部门的立场为主 这件事情是我会觉得两个学系最大的差别 好 那谈到这边 我们谈了课程以后 我们来谈谈汽所的资源吧 我会觉得 的确在这一部影片里面 我不断提到人脉的资源 真的会发现经济学系毕业的学生 很多人去了工部门 但也有蛮多是在实部门的这支系所 支持的卖资源 举一个非常有名的系友 就是我们的前央行总裁彭怀南先生 他是以前的中心法商经济系 就是我们的目前的大学大学经济系的系友 所以这是非常大的一个资源 所以也就是会有很多毕业的学长 也可能也许会考进中央银行来服务 那第二个资源会觉得很酷的事情 跟大家分享举例分享的事情是 林国民先生其实是经济系毕业一个 目前是某一间公司的董事长 所以就像我说的 其实也有四部门的学长 那林国民先生就是其中一个 他为了感念系上以后 他有提供给系上一个 专属于系上的奖学经 就是只有经济系的学习能 经济系的学生能申请 这是我觉得是很酷的一件事情 好 但是还是这边必须跟大家说 我会觉得经济系 不管是经济学系也好 还是哪一个学系也好 其实最大的资源 对于我们而言最大的资源就是老师 那经济学系目前专任老师有28位 这是目前为止 在我录影片的这个时间 大概是在西元2021年4月份的时候 经济学系的专任老师有28位 为什么会说老师会是最大的资源呢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在双足球的 想要不确定到底是要双足球 还转系的过程中 我有跑去问很多经济系的老师 他们那时候虽然说跟我不熟 但还是很愿意提供给我他们的想法 他们在想什么 那觉得到底是双足球也好 还是辅系也好 他们那时候提供很大的资源 所以我觉得老师 因为我们在大学的过程中 我们毕竟都是在学习的阶段 老师他们可能经历的时间 时间更长 他们所了解的脉络更多 所以他可以提供我们很多不一样的资源 好 所以那在这么在我当在我双足球经济系以后 以及我现在是经济研究所的学生 那经济学系到底带给我的事情 我会觉得一个非常重要是分析与思考的能力 其实透过经济学系的训练 我们会我们会得到一个逻辑比较严谨的思考能力 而且我们会给定某一些资讯 好 比如说什么叫做逻辑严谨 就是我曾经在高中的时候 我有做一个专题报告 那我现在回去看 我发现很多东西当初没有被考虑到的事情 比如说我们在学习前 我会认为说 我记得我那时候做问卷调查 那以为我那时候收集了某一些问卷资料 这些资料就可以代表所有人 但我现在回去看 我会觉得样本的学习真的很重要 比如说我选取了这些资料以后 这些资料是否就可以代表大家 这个本身就是个大疑问 接着 那在我选取的这些资料里面 我如果想要研究的事情是 智慧型手机跟手机壳的消费有没有关系 那当我在挑选这些人里面 这些人本身是否 他们可能本身就具有某一些共同性 会导致我的结果会有问题 这件事情我当年也没有考虑到 就会发现 当我透过经济学系的训练以后 我会用更严谨的方法去处理我所遇到的所有事情 好 第二个事情是 我会觉得经济学系很重要一个能力 是说故事的能力 也就是我们可以透过如极严谨的方法 跟你说一件事情 它的因跟果 比如说我举例 大概在西元2021年3月下旬的时候 有一艘长龙 长龙跟人家租的货轮 叫做长四号 在鸿海搁浅 好这件事情很立马的国际 旅价在隔天就上涨 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我爸就跑来问我说 对不起 跑来跟我讲说 你们经济学系真的很有用 就会发现他跟我 娓娓道来说 因为其实很多练驴的产业 很多练驴厂都在杜拜 结果杜拜要送出来都货卡住了 那怎么办 大家都要用驴怎么办 就只能赶快想办法找人买 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找很多赶快找人买 所以有货的人就会把价格提升 所以国际旅价现货市场就涨了 就发现哇 那明明在我生活中 我家人他 我爸爸他想要 可能要处理很多货的事情 然后就跟我说 这个事情就在生活中 你就发现经济学的确 这个说故事能力可以运用在生活中 好 所以那我会觉得经济学系 到底适不适合在荧幕前面的你来就读呢 就是经济学系 到底适合什么样的同学来就读呢 第一个对于燃烧脑袋不排斥的人 就是就像我刚刚说的 经济学系希望可以培养出 逻辑严谨的人 逻辑思考严谨的人 所以就说你必须要 既有逻辑推论的基本能力 那我会觉得你会比较适合经济系来读 好举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 就是如果超人就会飞 那如果今天我是一般人 那我会不会飞呢 好答案是不一定 我们这边在前面的前提假设只提到超人会飞 但一般人不是超人 所以我们没有足够资讯去推论 超人一般人到底会不会飞 好 那就会发现 如果你会对于刚刚东京觉得还好的话 那逻辑推论不是问题 那怎么样的逻辑推论会是比较严谨呢 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就是 就是学数学 透过数学的方法 所以经济学系 你如果会觉得 如果你对于数学不排斥的话 你也许会适合经济学系 这边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好 这边其实是一个根号x的函数 但因为版面问题 我没有办法打出根号x 我只能打出x0.5次方 请你 请荧幕前面你多多包涵 但会发现根号x 其实是一个像是碗公状的图形 但虽然我刚刚说是要 经济系的同学 可能你要对数学部排斥来读 但最重要大学部的同学 我们会希望的事情是 你可以利用数学图形来说故事 就是说这样一个根号x 这样碗公状的图形 其实我们就可以拿来描述一个 人对于风险的态度 好 听起来 听起来 我会觉得蛮蛮有趣的 等一下我们会再提到 就是说 我会觉得第三个事情 你会觉得比较要 你要如果是喜欢透过思考去建构世界的话 我会觉得你会蛮蛮适合来读经济学系的 好 什么叫做用思考建构世界 而且用数学说故事呢 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就是经济学界非常有名的一个问题 叫做圣比德宝矛盾 圣比德宝矛盾最早是有一个一个 可能你可以说他是数学家或者是经济学家或者是反正就是一个人 他就说白努力 这个白努力不是发展出流体力学那一套白努力 白努力是一个欧洲的家族里面有很多个白努力 他那个时候就问很多 问中古时代欧洲的威尼斯的人一个问题 如果今天就是丢硬币 那正面跟反面几率都是二分之一 如果中了正面你可以获得一亿 但是在获得一的同时你要付得一千万 请问这个时候我要不要买 我好像会觉得根据我们学的期望值 这时候期望值好像是五千万吧 可是成本是一千万 那万一我输了怎么办 这件事情好可怕 所以就会发现说也许在这个状况下 我们不一定会买那个机会去获得一亿 但是明明期望值就大于五千万 就会发现人对于风险的偏好的一件事情 并不是用期望值去衡量的 所以刚刚就像我说的 可能也许可以用完工状的图形来做分析 所以就会发现我们透过思考去理解人的行为 透过思考去建构属于我们的世界 就会去分析 所以完全是理性的人会是长得像怎么样子 那部分理性的人可能他可能会长得像怎么样子 这里我会觉得我可以跟你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我自己建构的事迹会发现在刚刚的例子里面 经济学界后来把可能不会买那种人 也称为某种程度的理性 他只是没这么喜欢风险而已 可是接下来下一件事情是 所以那华尔街的人呢 在华尔街工作那些人不是每天也是用期望值 用数学去计算 他们该买不该买嘛 那我们这些一般人跟华尔街的人 对于风险的偏好为什么不一样 那这些事情是不是来自于本身 对于风险的喜好程度 不是一个目前可以用经济学所解释的现象呢 这个是我自己 我觉得蛮有趣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所以讲到这边 然后知道经济学系好像适合的人 就是要有逻辑推论 要有数学 也喜欢思考的人 那到底出入以后出入可以干嘛 这边必须给大家诚实 的确经济学系在课程上 很少有对应特定的产业 可能不像可能是财经学系 财经学系可能他说 你学了财务管理 以后你可以去哪个产业 或者是会计学系 你可以去读会计事务所嘛 的确经济学系 我们通常都理论分析很多事情 所以我们比较少有特定对应的产业 所以同学需要通过其他管道 去摸索地到底适合怎么样的产业 但还是必须跟大家说 其实有很多经济学系毕业的同学 是到工本工作的 比如说就像我刚刚提到 你可能去中央银行 可能会去公股银行 可能去国营事业等等 比如说我举例 我以前去我们家对面台湾银行 办事情的时候 我就有在柜台遇到台北大学毕业的学长 他说你是北大毕业的学弟 那你知道国际二阶 那时候就可以跟大家聊得很开心 就是说就会发现 工部门也是有很多经济学系 毕业的学长姐会从事的行业 接下来如果你是想要去私部门的话 我会觉得经济学系的确 我有遇过我的朋友 有一个目前正在电商服务 就是我刚刚有提到我们具有一定数据分析的能力 而且我们又会说故事 所以在这样子的话 其实会有一些毕业的同学可能到进到电商里面 进行专案经理的角色来协助产品的设计 接下来 但是如果经济学系的同学 他其实是有学了更多数据分析的能力的话 是有机会成为资料分析师的 最后其实还是要跟大家说 除了工部门以及我们刚看到的话 还是有很多不同的商管人才 就是他读了经济学系以后 还是会去从事商学相关的服务跟行业 也就是我记得我以前那个时候 在上某一门课叫做经济数学的时候 我记得我旁边的同学 他就在看盘 每天早上就在划划划 今天这只股票到底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说虽然说系上没有教授这些知识 比较少教授这些知识 但是有很多同学 还是利用自己的时间 去学投资理财的能力 好 所以讲完出路以后 我想要跟大家谈谈的事情是 所以大家知道 我现在在读经济学系的硕士 那硕士的部分 到底这个庄主修绕了这一圈路以后 我获得什么含养 以及我现在有在用的 就会发现 其实我还是用了经济学界里面 一个在分析区域分析 就是跟土地有关的分析方法 但是我分析的是什么呢 我分析的事情就是 就像我刚刚说的 时间对于人的行为的产生的差异 就是我在分析厂商行为 因为时间会有什么样的差异 就发现 这个双土修织带给我的东西 我现在我会觉得这个含养 还是我目前所拥有的 以及时间这件事情 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有趣 再次跟你分享一下 好 那当我们看完介绍一下 经济学系的一些出本概率以后 我们就来看看 我必须要跟一幕前面的你推荐的三门课程 好 但是在这之前先让我喝一下水 好 这三门课程 第一门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经济思想史 经济思想史是新济系内的必修课 那这一门课主要的上课内容 去了解经济思想的历史 那为什么我会觉得 这是一个一定要跟你分享 而且我会觉得有趣的课程呢 原因是因为 其实经济思想史是在学经济学家 到底争论了一些什么 那他有趣的地方是在于说 你会发现 在现代的学科里面 很容易把一些东西扁平化 所谓的扁平化 就是说 比如说我会觉得 哦对辛苦一扁 学派就是对的 那没有没有 就the end就没了 就是但是我们透过经济思想史 可以去学 在经济思想的脉络里面 到底过去是什么样 现在是什么样 这中间的转变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是我会觉得 经济分析的脉络 是经济思想史一个非常有趣 而且非常重要的部分 那我会觉得 透过经济思想史以后 我们会知道说 过去发生的事情 未来是不是可以当做借景 比如说 在2008年的金融海啸的时候 那个时候 为什么会产生金融海啸 这件事情 你现在拿来 现在是不是可以适用 我们可以去做一些借景 以及反思 第二个事情 我会觉得 可以反思得到的事情是 经济学家到底在思考什么样的问题 他们彼此之间的脉络跟脉络的形成 这件事情也是 我会觉得 在当我们学完经济思想史以后 得到的东西 所以重点 经济思想史 我觉得重点就是在于 得到经济分析的脉络 下一门课 我想要跟大家推荐的事情是 公共经济学 公共经济学 它就像经济学系大部分的课程一样 它是用讲授的方式来进行 也就是老师在上面讲 我同学在台下听 最主要上课内容就是 我们通过经济分析的方法去分析公共遗题 好 这边听起来很抽象 举三个例子 第一个是劳保 也就是 劳保 劳保这个制度 通过经济分析的方法去分析以后 你会发现可能会有什么样的问题 可能有什么需要处理的 这些东西 我们要去分析 第二个是人口老化 也就是说 当这个人口结构开始老化了以后 可能对于很多的制度 很多不同的东西都会造成影响 比如说可能对于劳保造成影响 对于健保造成影响 当人口老 当扶养比赛上升了以后 那势必的健保的支出就会大幅增加 这些事情 我们都透过经济分析的方法去看待议题 最后一个 也是我觉得很有趣的 就是我们可以透过经济分析的角度去分析 大家投票决策的行为 去分析投票理论 好 这三个实例 我想要特别再抓出两个东西 来跟大家来讲一下 第一个是 那如果人口老化会影响劳保的话 那用经济分析的角度以后 我们就会发现说 那未来如果人口越来越多老化以后 那是不是以后退休的门槛要被提高 因为预期我们预期未来时间下 未来的人口会减少 对不起 未来的人口不太会增加 幼年人口可能会减少 老年人口可能会增加 那要负担这么庞大的劳保的一个机制的话 那么就是让工作的人再增加 就是不断的延后退休 所以我会觉得这个是透过经济分析去分析公共议题 透过公共经济学学到以后 你会知道 那我未来出去工作以后 现在的退休门槛可能不是我未来的退休门槛 这些事情就是我觉得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 第二个事情是我们拿经济分析去分析投票理论 那这个投票理论其实就叫中间选民理论 这个是当时在1960年代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 现在这个理论可以解释说 其实你会看到美国的两大党民主党以及共和党 为什么他们在决定政策的时候 他们都是往中间跑 而且可能不是说 我要往意识形态的两端来跑 这件事情我会觉得是我们透过经济分析以后 你就会发现因为这两大党都在追求选票极大化 那要追求选票极大化 你就必须往中间往意识形态中间摆 你才有机会获得最高的选票 但这个理论当然有限制 也就是说如果我不是要获得选票极大化 我只想要获得一并比例的选票的话 那么我有可能去选比较极端的位置 这个是中间选民理论 没有办法被解释到的 好 所以我刚刚讲的这两门课程 之所以有趣的方法就是 其实我们可以透过不同的方式去理解公共政策 我们可以透过经济分析的方法去看选民 为什么两大党是这样子去决定 他要定这样子的一个政策 那有时候我们也可以把习以为常的政策打破 可能你会觉得在过去 你可能会觉得 对劳保的退休制度的那个门槛 可能不会改变 可是当我们透过经济分析的方法去分析 可能就觉得 所以我未来的确 我的退休门槛可能比现代还要高 就是我们透过经济分析方法可以去让我们习以为常政策 我们觉得原来不一定会是这样子 好 最后一门课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事情是一门 系上非常有名的选举课叫做赛局理论 赛局理论这一门课程 相信大家其实在你如果你下去google赛局理论的话 会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结果 这是一门这十几二十年来非常被大家提到的一门课 一门理论 那到底赛局理论在学什么呢 其实他就是在学一种思维模式 这种思维模式是什么 其实就是我们去讨论玩家间 也是不同人如果要互动的话 不同玩家间的决策的互动 好 比如说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就叫做囚犯困境 就是说如果今天我有两个犯人犯了罪以后被抓进警察局 然后警察把他们分开死去 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 那我是从警察在问讯我 然后这个时候警察说你认不认罪 如果你认了罪 你有机会当污点证人 那这个时候如果对手认罪的话 如果我认罪 那如果我不认罪 可能他当了污点证人 我没有当污点证人 阿娃我不就是完蛋了 因为他有很多资料 我就会被判很重的刑 所以这个时候我也要跟着认罪 我们可能用认罪写上的方法 或者比较轻的刑罚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对手认罪 我们好像要跟着认罪 那如果对手不认罪的话 那我当然要认罪 我去当污点证人 当然是比我不认罪一起被关键劳力好 所以就会发现 不管对手认不认罪 我都要跟着认罪 所以我都要认罪 就是为什么 其实你会发现警察局里面在审讯犯人的时候 都要把他们互相隔开 因为我们就有机对警察 研究的机会得到双方都认罪的状况 然后听到这边大家会发现 我刚刚其实都是用叙述性的方式 来跟你们讲这个故事 有发现 其实会有很多人会用图表的方式来解释 这一本课的确 的确我们会用分析的方法去探讨一个东西 叫做纳许均衡 也就是彼此之间 不会去改变策略的一个行为 这个是叫纳许均衡 他的英文叫做John Nash John Nash所贡献出来 所以把他定义叫纳许均衡 这个事情我会觉得 纳许是一个很有趣的人 也有人把他的生平的故事改编成一部电影 叫做美丽境界 我非常喜欢那部电影 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 其实你可以去看一下John Nash的故事 好 那这一门课程到底是怎么样进行的呢 就像经济学习大部分课程 也让他是讲授课程 然后他其实用蛮多经济模型的 这就是我刚刚想要跟大家说的 其实我们刚刚在分析的过程里面 是可以透过经济模型 或者是一个图表来进行分析的 但最重要的事情 我会觉得老师除了这些经济模型 比较比较艰涩的经济模型外 最重要的事情是大家用实际的理子 去理解赛语理论在学什么 就像我刚刚说的 我刚刚没有画图表的原因 就是希望我可以透过实际的理子去让你理解一下 经济学习赛局理论 分析囚犯困境的分析思路 以及分析的结果到底是什么 所以接下来就要问 如果今天在影片前面的你跟我 我现在在这边介绍 我们两个人彼此就像是一场赛局的玩家的话 所以我这个时候就要去思考说 你想要听到什么 以及我的行为对你来讲是否有效果 这些都是我必须要去思考的 所以你会发现说 我们如果在日常生活中 你想要跟一个人讲话的话 如果这句话完全 你讲话完全没有效果 那是不是你就没有办法达成 你想要的结果呢 所以你在思考过程 你就要必须思考对方在想什么 我觉得重点就是对方在想什么 所以对方在想什么 你在想什么 这支 所以这支影片的效果到底是会是什么呢 希望在影片结束以后 你会觉得这支影片效果 对这就是我想要了解的经济学系 好 所以我们经济学系 我们介绍了课程 对不起 我们介绍了学制 必修课 选修课 以及这一堂一定要去上 这三门课程 接下来我们学校以及学系的介绍 已经算差不多了 接下来进入到课外活动的部分 但在开始课外活动部分 请再让我喝一口水 好 我的课外活动 主要会在 跟大学有关的课外活动 主要可以分到两个 第一个吧 就是我去打戏壘 就是吃土吧 戏壘 戏壘不断都在吃土 那我其实在戏壘里面 我都是从一而中的球员 我并没有担任到球队的干部 或者是球队的队长 但是我去了很多地方 你现在会看到在左边的图里面 我们会去的 我去过打了杯赛打了这么多地方 可能我去了台北市 新北市 桃园 然后台中 彰化 然后嘉义 南投跟台南 这些地方我都去了 真的很好玩 我又觉得是大学时代 一个非常重要的回忆 比如说我曾经去的嘉义市打球 然后球赛结束以后 我们就去吃非常有名的 林聪明砂锅鱼头 排了非常久的队 另外我们到台南比赛 我们也跑去吃台南的牛肉糖 但是我们不是去吃文章牛肉糖 我们是去吃那个 阿姜草扇鱼的旁边那家牛肉糖 也很好喝 都是大学时代 忙忙的回忆 好 但是 回忆 除了好的回忆外 最重要的回忆是我遇到人生中最大的挫折 就像我前面 我其实我已经不知道我讲了多久 但在我前面讲的叙述里面 你会发现我一直不断在思考 但是在那一段过程中 其实我只思考问题 我却忽略了做事方面的细节 这个是我在戏里面遇到非常大的挫折 我记得我那个是投手 那我只想说我要怎么投 但我忽略了把每一个动作做好 这件事情就让我一直不断的失败 就像我左边的图你会发现 我那个时候动作的熟悉程度很差 完成度也很低 可是呢 当我意识到自己必须不断的去做好每一个细节以后 就像右边的图一样我整个人细节 我们只能拉好基居 就会发现对有点惋惜 就是好像对不能只有想法这件事情没有错 细节就是不失败的一个关键 但是做好的细节又有想法以后就会成功吗 也好像也不是 也许在这个过程呢 在这个中间呢 这个过程本身就是目的 也是我们在追求的时候呢 如果我们只是追求结果 常常往往就像我投球一样 如果我只想要追求好球 那我永远都投不到好球 只有做好每一个细节 做好那个过程 我也许才能投进好球呆 这个我会觉得说 在过程就是努力去追求那个过程 才是透过系的以后 学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但是除了这个事情以外 我还觉得伙伴的价值是非常重要的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 基本上都要放弃了 那我跟我 我跟某一个学弟聊的时候 他就说 他就鼓励我 其实还可以啊 是有机会的 有机会的 所以我会觉得还好 那个时候有伙伴陪伴 我一直在球场上奋斗 所以我才觉得很 我才觉得很棒 尤其是我在做这部影片的时候 我找了非常多的照片 看到大学时代的回忆 跟一起 跟戏对戏友 一起努力打拼的过程的时候 我会觉得那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回忆 然后当然 不得不说 我非常感谢过去的自己 因为有过去那个很重要 很重要的失败 才让我成就我现在的自己 好 第二个 第二个课外活动 是我去参加的 所谓的地震服务队 那地震服务队 对我们去了哪里呢 好 这边会看到我们去了 陶渊大溪 那他那时候因为服务队嘛 我们要研究土地议题 所以我们那时候探讨了 皮塘相关的议题 然后我们又去了宜兰东山 我们去讨论农地修根相关的议题 第三个我们去了苗栗院里 我们去探讨风力发电相关议题 最后 第四次徒罪 我们去了彰化和美 我们探讨未登记工厂议题 这边的厂并没有打错字 根据法规的定义 未登记工厂就是这个厂 就会发现 其实地震服务队 就像我刚刚我去的起诉 我们是学期跟学期为单位 一个学期去 一个学期 透过学期间的筹备期 再到学期 再到暑假 寒暑假的时候 去那个地方 进行可能是六天 六天 六天的时间 我们来进行一个议题的探讨 并且办理娱乐营 但是必须跟大家说 这个是不动产学系的学生所专属的 所以如果在荧幕前面 你在我刚刚讲完 对于经济系有很大的热忱以后 很抱歉 你可能是没有办法参与这个地震服务队的 那我在那四期里面呢 我曾经有在前两期扮演队员 那在后两期 我分别扮演是驻站以及家访 好 那一样 我觉得课外的活动 就是让我不断遇到挫折的过程 第一个在地震服务队遇到挫折 就是动手做劳错 就像我刚刚说的 我在过去是 很多时候是在思考 但很少时间是做好事情的细节 所以劳务动的东西 又很需要手的细节 就知道我做的非常非常的不忧 当然你现在所看到的slide后面的这个图 是我的示意图 而做的更糟 真的做的 我会觉得那时候做的非常非常辛苦 第二个事情是 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 当任家访的时候 我要安排出车队 要骑摩托车 那我会觉得说 我一个人骑在前面 后面的小队员骑着摩托车跟在我后面 我会觉得这是我可以对我自己负责 会比较安全的想法 但事后其实就有小队员反映说 这样子对他来讲其实反而更危险 因为我们大家骑的 因为我必须顾着后面的人 所以骑得更慢 就是我会发现说 当我自己的想法实施在别人身上的时候 难道这件事情一定是合理的吗 我自己的想法又一定要实施在别人身上吗 这件事情好像也不这么确然 我会觉得这是我遇到一个人中非常大的挑战 好 那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一样 我会觉得跟系列一样 伙伴的价值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其实有了伙伴 所以才让我们能形成一个服务队 才能去到我们想要去的地方进行服务 那当然去到当地 你也才会理解到当地人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比如说以未登记工厂而言 有了未登记工厂某种程度而言 才能让里面做工的员工有了家庭的收入 所以如果我们是以站在我们台北 对不起 站在我们都市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的话 也许没有办法去理解他们当地人真正的需求 好 所以这个以上是我这两个课外活动的经验 接下来跟大家谈谈 我会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卖点 就是家教的经验 好 我为什么会去当家教呢 其实原因非常非常简单 当然是因为家教的时薪很高 而且他能复习我过去所学的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想去当数学家教师 我不希望我以后可能会忘记我高中数学所学的内容 所以已经时薪高 所以我跑去当家教了 但最重要的事情是透过家教的过程 我其实我觉得扩张了我自己的视野 我记得我原本的视角 可能觉得我考上国立台北大学 我可能那个时候甚至可以考上政治大学政大 那那个时候会觉得读书这件事情 嗯真的蛮可能真的蛮重要的 那读了书以后也许可以找到好工作 那甚至读书也似乎也没这么难 好但是当我接触到不同的家长 不同的学生以后发现 第一个家长的视角 家长很多时候会是觉得对学校读书很重要 但是他们觉得读书很重要 也许不一定是来自于一定要有很好的学弟 那这个背后可能是来自于 他希望他的小孩不断的努力就去尝试 这是其中一个家长的观点 那之后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 但是对于学生而言很多学生其实是不想要不想要学习 不想要努力读书的原因其实可能会有几个 第一个是他可能真的在读书方面他真的没有这个才华 第二个事情是他可能本身就不喜欢读书 所以就发现当我去接触到了我的家教学生就发现说 人生似乎不只要不只不只有读书 因为有时候我们读书这件事情也不是这么 不是这么重要或者是如果那如果今天我自己是一个 可能对于书本没有这么有能力去解读他的人的话 那我一定还要在追求学历吗 这件事情也是我我自己不断的思考中 在家教经验里面我我所不断思考的 也就是说我透过我家教前我可能只知道 可能学习这件事情一路上风风顺顺的学习 可是家教后我会知道其实在我们目前的社会里面 不只有不只能有读书的人 因为有很多人其实他可能有不同的才华 这件事情我会觉得说虽然说以前可能会认知到这件事情 但我现在确实的理解 好还有最重要一个东西是 那么到底追求学历到底是为了什么 就像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在看我哥哥考试 他在追求很好的很高的学历的时候 那到底追求学历到底意义在哪里 现在我会觉得其实会有几个主要的层次 第一个第一个要素会是智慧 就是如果当你有了智慧以后 你也许是比较容易拿到拿到好的成绩的 那就像我自己而言 我自己其实是个喜欢不断思考的人 所以在某种程度而言 我会觉得智慧这件事情 我可能在高中的阶段或者在大学阶段慢慢不断的累积 所以我可能可以考到一间还不错的大学 但就像我刚刚说的我其实缺乏努力 这件事情我会觉得如果除了有智慧又有努力的话 其实某个表征上面而言以学历的表征上面而言是有机会拿到好学历 但是这边必须要吐 我在高三的时候也是非常非常努力 所以才能不断的持续的从学生的议语程度到达指考的议语程度 那在那个过程中会觉得说 似乎学历比较好的人 似乎有机会拿到好学历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挣扎 不断的质疑自己为什么还要读书 为什么还要读书 为什么我一定要读书 在这个过程中最后进入到大学体制 所以某种程度而言就像我刚刚说的 我系列的过程让我知道说 其实努力就是追求东西 所以如果今天我回去重新考一次考试的话 我会发现说也许我不用追求学历 而是我想要追求的事情是 我追求智慧以及努力的过程 所以在这些经验里面最后总结以后就会发现说 也许如果你想要某一件事情成功的话 我会觉得成功里面可能会有智慧跟努力这两个要素 那这两个要素它某种程度而言 如果你用一个很简单的数学它是相成 如果今天智慧是100努力为0的话 对不起你还是不会成功 但是如果今天努力是100智慧是0的话 可能也还是没有办法成功 就是说其实为什么有些人会觉得要追求好学历呢 有一些家长他们可能觉得小孩要好学历呢 某种程度而言就是透过学历 有一些人会知道你可能是智慧跟努力合并在一起 你有一定的能力 但最重要的其实也不是学历 而是智慧跟努力本身 所以学历越高成就就越高吗 没有 重点我会觉得在我经过了这些日子 我透过大学到现在研究所 我会觉得我看到的事情是 其实最重要的是智慧与努力的解经 好 所以我们今天谈到这边就会发现 我透过了目前从大一到现在7年的时间 经历了不动产学系到经济学系双组秀的过程中 我想要几点跟大家做总结 第一个是那我选择去商学相关的工作了吗 那为什么我会坚持在经济学系这条路上 就会发现对的确我没有去商学 我留在经济学这条路上 好 那我会觉得我就像从一开始到现在的 我是非常喜欢去思考问题去研究人的脉弱的 我在面对一个事情的时候 我想的问题是 这个东西为什么它会这样子 但是其实商业行为有时候是想说 这个东西是这样子那我要去应用它去解决问题 但我更喜欢的事情是分析比研究现象去脉弱 好 第二个我会觉得当我绕了这么多路以后 我经历了不动产学系的风景 让我学到很多很多很多额外的东西 我会觉得这件事情因为时间我获得更多东西 其实我多了可以很多可以分析的角度 就是我可以透过学的不动产领域 知道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第三个我会觉得除了我刚刚提到的东西以外 做事的细节也非常非常的重要 人不能我会觉得我自己不能只有想法 细节也非常非常重要 好最后所以就发现我们刚前面讲的这东西都是建立在 我经过大学这七年的时间我所获得东西 所以可能在小时候我会觉得学历非常非常的重要 但是到了现在经过我以前的分析以后会觉得 学历似乎 学历也许重要 但更重要的事情是努力与 智慧与努力的结晶 就是说好像换位思考了 但是换位思考为什么不行 因为的时间 我们其实拥有更多不同的角度去分析问题 好就是我经过了 我绕了远路 我获得了更多 我看了东西 我拥有不同东西以后进去分析 所以最后其实如果回忆到那年 在准备考试的时候 我想跟自己是说 你就不断去想 不断去努力吧 因为只要拥有智慧 拥有努力 就有机会在我想要做的事情上面 不断的努力 不断的成功 那其实接下来跟未来自己呢 其实我想要说的事情是 那除了努力以外 我能不能想要更全面 我能不能做得更好 能不能做得更多努力 好 所以最后 我觉得要跟大家分享一句话 这句话就跟我前面讲的很类似 我觉得这是非常棒的一句话 叫做 人生定位及努力一样重要 这个是来自于 蓝金阁英文的林金领 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只是我会觉得 以我的解读而言就是 智慧与努力一样重要 唯有智慧与努力的结晶 才是让你可以突破你自己 突破你想要朝向 你想要往走的路 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就是定位及努力 好 OK 那以上是我的图片的来源 那图片来源比较多 主要有两页 OK 好 那这里是苏佳瑞 今天透过影片来跟你分享我的故事 希望你可以获得很多东西 那也希望我的分享对你有帮助 那谢谢谢谢你的观看 接下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